想买翡翠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呢 颜色跟总水更应该注重哪一点呢 世界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翡翠本没有价值 但是买的人多了便有了价值 这句话您认可吗 欲随有缘人 缘由咱们的新生啊 在实际的一个销售过程中呢 常常会遇到对翡翠的颜色和总水 在不断不断纠结的一个客户 尤其是在价格相差不大 尽是相同的一个情况下 不知道选哪一个更好 其实纠结的这个问题呢 客户一般是心里面是有答案的 内心是喜欢颜色的 更偏向于颜色的这一方面 如果您的内心不喜欢颜色的话 其实完全可以买总水的一个翡翠了 何必去纠结呢 对不对 就是因为看上了翡翠的这个颜色 给您带来了满足感 但是呢 又嫌弃到的总水不够 所以啊 这方面才会纠结的 您有没有遇到这方面的问题呢 可以私信我 我叫小小 接下来的内容呢 全是满满的干货 教你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 不同预算的情况下 颜色和总水怎么去选 记得给我点赞收藏哦 万元以内的翡翠手镯呢 价格是相同的情况下呢 记住优先肯定是总水了 比如说您只有三千的预算 想买一只翡翠的手镯 优先选择肯定是纯色的一个总水镯子 就可以了 好比说细糯底的小白条 浅绿的一个油青 或者飘一点点小绿花就可以了 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在这个价位的颜色呢 翡翠手镯 总水擦的就一塌糊涂了 基本上是豆种啊底子比较干的那种 石性呢比较重的那种 你说你带一个没有浴化的一个石头 就像图一样的一抹绿色 请问它好看吗 所以说这个价位颜色好的手镯 和你没有关系了 不是说你选它 而是说它去选你了 你选总水就可以了 不要说颜色又比较多的 那万元以内的翡翠挂件 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 有总水好的 也有颜色好的 也有总水和颜色比较坚固的 这就要看你演员了 就比如说翡翠的一个佛宫吧 想要颜色比较突出 万元以内也能买到 但是尺寸肯定要小很多 一般来说呀 飘洋绿的翡翠佛宫呢 万元以内卦件镶嵌是比较多的 你想要那种大尺寸厚装的一个 冰洋绿佛宫还是买不到的 小千以内的翡翠挂件呢 优先选择是总水 以总水为主是比较好的 对于万元以上的翡翠呢 价格相同的情况下呀 总水和颜色怎么选呢 其实是完全看你个人的一个爱好了 就我自己而言 对总水货或者是色货 没有特别明显的一个偏好 因为建的太多了 每天呢 在直播间建了这么多 大大小小不同的界面呀 或者挂件之类的 不过在我们收料子的时候呢 只要是颜色清爽呀 底子细腻干净的料子呢 都是我的一个心头号 也是我主推的翡翠类型之一 因为这种料子呢 底子都及格了 客户佩戴是一辈子都没问题的 高品质的货 如果是总水货的话呢 我更亲耐于这个进度 如果是色货的话呢 我更亲耐于这个颜色的一个正色 总水可以适当那么让步一丢丢 但是呀 鱼和熊掌是不能兼得的 如果可以兼得 您就不用那么纠结了 您觉得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 价格相同的情况下呢 您还在为总水和颜色的问题 纠结吗 可以联系我 给您参考一下哦 我是小小 比心 关注我波米露